陛下 罢了 传功部尚书即刻入宫 是 福江 可将士饼换成士双 化痰瓶瘦的效果更佳 我在里面还写下了 用膳食需要注意的饮食禁忌 请大人交于圣太医后再用 多谢贵妃娘娘 济南 衍州东城 青州四府 自去年七月之间 低语未落 田里的麦苗都已经枯萎了 百姓饿得肚子都填不保 公部还派人买什么颜料 什么颜料需要如此的急迫 少渊 这件事情你是不是知道 陛下 公部派人去买的颜料 是修建先祖的灵寝殿宇要用的 灵寝 你就听他们诸多借口 山东的百姓难道不是先祖之民 见他们过得如此艰难 祖先看了会于心何忍 船只 立刻停罢所有买办 若再敢自扰百姓 朕先要了他们的脑袋 遵旨 是不是还有很多地方 都是这么做的 为何先前不告诉朕 陛下 罢了 传公部上书即刻入宫 是 参见陛下 贵妃娘娘 因此善 不善 是 陛下 行用善 陛下没有闻到什么香味吗 还是薄荷香味好啊 提神醒脑 镇静解育 音思善 明日 你给陛下准备薄荷茶 加一些蜂蜜 这样陛下喝了 就不容易动怒了 是 这香味 果真有宁神静气的作用 可惜这是我未恨妻的馈赠 不然 也可以转赠陛下 你什么时候定得亲 是微臣恩师 和领院王大人的长女 去年就下的定 择了今年六月的吉日 这道菜 好像很眼熟 这个啊 是黄鱼羹 访的蟹黄 臣自小不能吃蟹 却又馋得很 上次一直追问贵妃娘娘 便是这个缘故 回去以后 家出始终访不出蟹的味道 臣还以为再也吃不着了呢 大人 这道菜的秘诀 在于用的不是姬子黄 而是用米汤 和入盐草灰 腌制的咸原子 咸鸭蛋黄啊 谁说这样你留下来用膳了 赶紧回去 一口都别想吃 皇上 我们在这里休息片刻再赶路 好 皇帝 快 你也尝尝 这才是真正的农家风味 好啊 你们也尝尝 来 尝尝我们乡村的粗茶淡饭 坐吧 老人家 今年收成怎么样啊 托太后的福 收成大好 一切都好 好 好 贵妃娘娘 这饼子虽然粗糙 但是是农家的珍贵粮食做的 太后把这饼子赏赐给您 就是让您体会老百姓生活的艰辛 陛下 这饼好啊 壳子这么松软 里面还有松子仁 胡桃仁的香味 吃起来 还有一股说不出来的甜味 袁公公 这是在和面的水里面添了冰糖蟹 还是蜂蜜呢 陛下 这饼子 确实难以瞎咽 拉嗓子 所以 怎敢撑给太后呢 而且这里 人来人往 人那么多 都不知道体系 万一出什么好歹 奴婢这真是要掉脑胎的 所以昨个光露寺就提前来了 这些饼子 确实是宫中的厨艺所做 陛下 我看着您的饼子更好 芝麻比我的还多 能否和陈前换款 袁公公 别怪宫中的厨艺 他们哪敢做真正的民间烧饼 不过是对付过去得了 陛下少有机会尝到真正的香野菜色 他又怎么会真正的知道呢 母后 该启程了 嗯 走吧 陛下 陛下 魏王殿下不见了 怎么回事 刚才下人来报 魏王殿下 趁着大家喝茶血脚时 借口尿断跑得不见了人影 陈太人将这农舍都搜变了 现已命禁卫军和锦衣卫 扩大所所范围 陛下该回去了 陈这一身实在有些热 带换身轻便的衣服 你伺候太后 先去行宫 命大臣们先行一步 朕就在那儿等着进见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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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前方已探得魏王踪迹 只是 只是什么 贵妃坚持要一同去 你怎么来了 陛下去哪儿 我自然去哪儿啊 胡闹 来人 把他送回去 陛下明明知道我嘴快 万一待会儿见到太后 我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 那个怎么办 这 十三岁 我就会骑射 十四岁便跟附近去狩猎 打两个野味儿也不在话下 只是 进宫久了 属于骑射 这才落了空 不过没关系 陛下下回狩猎带着我 多多练习 自然进步 陈国 你留守此处 替朕向太后解释 是